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他们当地能够拥有这一切 与每个城市的努力有很大的关系 那亲爱的小伙伴们 你知道河南地区最有望晋级盛世的县吗 一个在开封地区 一个在交错地区 谁又能更胜一筹呢 这两个地方就是卫士县 古智县 卫士县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 与很多个县城接壤 据了解在去年的时候 当地的GDP总值大约为370.02亿元 人均GDP总值是424.38亿元 发展还算是非常出色的 当地的GDP特色就是纺织 在很早之前 就是省人店的卫士高校农业示范区 除了这些之外 当地的交通还是非常发达 距离开封只有46公里 与机上的距离也非常近 只有50多公里 武士县当地的气候非常特别 年平均气温都在14.40度 历史非常悠久 拥有着非常多名胜古迹 还有很多已经被列入了 国家废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 每年都会有很多人来到这个地方游玩 他们当地的发展非常迅速 很多条高速公路都从这个地方穿过 在去年的时候 他们当地的GDP总值达到了312.62亿元 人均GDP达到了42243元 亲爱的小伙伴们 你觉得这两个地方谁更胜一筹呢 好了 今天的老王奇律看世界就到这了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击转发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